每天早上起来 梅襄阳医师一定会为自己做一杯 无骨杂粮汁 33岁的时候 梅襄阳被检查出有肝肿瘤 医学院毕业的他 一向对健康管理相当自负 疾病上升 让梅襄阳转了个想法 开始改变一切生活 哎呦 这个我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心地很好啊 我运动不断 那怎么会轮到我 然后那边怨天尤人 所以我是去设底的思索 在我的饮食上面 生活作息上面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不对的 需要调整 莫索出生活当中 低糖低盐 低蛋白低脂肪 高纤维的四第一高饮食原则 梅襄阳以一场一场的演讲和写作 给予更多需要的人自救的第一步 梅襄阳说 因为他的外祖父母都是癌症去世 疾病夺走亲人的痛苦 他希望别一再发生 我希望说是我从这个漩涡里面走出来的过程中间 了解到的一些真相 那我把这些真相讲出来帮助大家 保护自己还保护自己的下一代 提到饮食防癌 梅襄阳声调高亢 他认为热爱生命就是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 日本人他们其实研究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不是这个肉体而已 我们是个能量体 像细菌 绿国性病毒 癌细胞都是后发性的因素 根本不是真正的因素 而造成我们身体为什么会不健康的因素 他们归纳出来有五个 第一个就是活在小窝里 一个人活在小窝里就有那些负面的情绪 像愤怒 毒气怨恨 悲伤恐惧 其实这个罪伤身体 各位同不同意 所以生病的人 如果他只是改变饮食 各位 那个还是七折八扣 不一定会完全好的 真正的重点 他要走出 他活在小窝里的这个圈圈 出来当义工当志工 他的病会好 因为健康有一个法则很重要 就是施舍法则 今天你帮助别人一分 老天会给你十分 这个法则一直都存在 那我们的防癌四部曲 第一部就是跟大家讲 改变饮食习惯 一些不该吃的东西要断掉 其实现在的癌症会越来越多 是因为我们从小教的营养学有问题 而在食物的生产 制造贩卖的过程中间 很多人违背成型原则 受害者就是我们大家 第二部曲就是请大家吃对食物 四滴一高的饮食 营养专家在那边讲 低油脂 低糖 低盐 高纤维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他们没有点到 就是低蛋白 蛋白质请不要吃的太多 吃的太多 小孩子的过敏体质跟他有关 我们的成人病 慢性病 甚至包括癌症 也跟他都有关系 如果前面的两步 我们的家长能够做到 小孩子应该活得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就不是省了多少的医药费了吗 至于说到了我们 人入中年 还要做到第三步 了解生命的意义 启动高度力 这个地方我就要讲一下 我本身不是什么抗癌勇士 我本身是了解生命的意义 请问一下癌细胞是不是自己的细胞 既然是自己的细胞 那么得了癌症 那么怕自己的细胞有道理吗 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念 很多人活在恐惧里面 用逃避或者用抗拒的这种态度 来对掉癌症 其实这个是应该 是应该很有商榷的 而我是希望说大家用另外一种角度 用爱心 还有用智慧 把这个问题化解掉 至于说第四步曲 迈向健康之路 坦然接受排毒 身体当你从不平衡调到平衡 当你的能量草 从低往上拉到高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启动所谓的治愈力 谢谢各位 为什么是健保救星呢 因为梅医师他是从自己做起 同时到全台湾各地演讲 希望大家从生活上 从饮食上 从概念上 心灵上来做一些改变 那么让自己能够维持健康 得到健康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减少这个健保资源的使用 那么我们一般人健康了 就不使用健保资源 让有限的健保资源 给真正需要的这些病患来使用 所以说这边要特别感谢梅医师 要请梅医师继续帮大家来做这样的宣导 谢谢 非常谢谢梅医师